怎麼有人那麼慌沒有開庭還帶飛鏢 開庭看了一半丟法官 剪大官 有一次跟貴智去開庭 因為那時候還是時期律師 所以要被檢查報報了 就說不好意思 請問你報報裡面什麼樣子的東西 這個飛鏢 他說那可以給我看一下嗎 我就跟他說這個飛鏢就是 你在飛鏢吧 會射那種機台的 他就是一個玩具 然後就說那可不可以 還是給我們保管一下 貴智就一直在旁邊狂笑 他就覺得怎麼有人那麼慌 沒有開庭還帶飛鏢 射穿他們的心 射穿你的心 講到法庭其他的事情 其實有一個蠻有趣的一個現象 蠻多的律師 裝備差很多 貴智是一個善用科技的人 所以他開庭就要準備一個iPad 他會把所有東西都存在這個iPad裡面 有一些可能年紀比較大的律師 不要被那麼習慣使用科技 他們其實會帶行李箱 會有大幅的卷宗 電子跟資本差異非常非常大 講到電子化 就要來推薦大家一個好的產品 就是COBO最新的閱讀器 這個閱讀器其實有三個優點 第一 無敵清 一百版書存在這裡面 你就是一個行走的圖書館 這樣拿著 這樣子拿著也非常非常方便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這個裡面就只有書 iPad裡面有非常非常多 誘惑你的東西 臉書、IG、Twitter 但這裡面通通都沒有 像如果一個很常分析的人 這個東西就可以讓我不要分析 這個閱讀器正在進行募資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你如果今天透過募資的方案 購買閱讀器的話 可以獲得500元的購書金 同時如果你輸入法白的優惠碼 PLAINLAW 更可以獲得200元的購書金 一共700塊 要買要快 但是我會和他們分享一下 沙漢 學院 學院 學院